哈喽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打算开始为大家分享 这一款JSACS的教学视频 如果大家 不知道这个JSACS的 或者想要了解的 就可以去翻看我之前的 介绍的视频 我自认为我介绍的比较详细 如果想了解的话 就去看那支视频 那我就不占用更多的时间去介绍 这支JSACS 这样耽误大家的教学时间 那我就简单再说一下 JSACS它是C调的乐器 它不同于 正常的SACS 正常的SACS一般是 中音降音 高音和次中音是降低 但是它是C调的 C调有C调的好处 它吹什么曲子的话 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 可能我觉得 设计者就是为了这个考量 更好的 就是跟其他的乐器可以融合在一起 所以它就选择了这个调性 一调 其实这支乐器的吧 最主要的就是说 那JSACS最主要第一点 就是要口型 口型要正确 对吧 那我首先要介绍一下口型 口型呢 就是 这个嘴唇 下嘴唇 一定要包住下牙 就是说 说白一点 就是你的下牙 千万不要触碰到竹片 下牙是不可以这样 碰到竹片的 而上牙 就要必须 压在这个 底头的上 有的时候都会出现 咬痕 这是很正常 这是必须的 所以 而 还有 就是说 口型要放松 不要太紧 至于你下唇 要包多少牙齿 那就要看个人了 你要自己在练的过程中 要找到一个 最适合自己的那个位置 因为练的时候 可能你会有 口型会移位啊 会动啊 但是等到你练到一定时候 找到这个感觉了 你就自然而然的 就会固定住 所以因为它 毕竟不是数学 不是 有刻度可以去衡量 那就是说 你要包住 0.5毫米 还是0.5 怎么怎么样 没有这个 很硬性的规定 所以说 你要 自己 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感觉 小朋友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 他可能 你就要记住 告诉 下牙 一定要 不可以碰到这个竹片 上牙 是一定要碰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而且 至于包多少 那就看个人 好吧 还有就是口型了 这个口型 还有就是说 你含 这个底头含多少 不要含特别多 基本上一般都是说 含个三分之一左右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看一下 这个位置 大概这样 就可以了 不要压得很紧 把压得很紧的话 就是把这个 底头和竹片 压得很紧了 你看 底头和竹片 本来风气就不大 如果你在压得很紧的话 那你就 没有办法发声了 没有办法出声音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但是呢 有的时候 小朋友 他不太会 因为他不是很明白 不是理解能力 不是那么强 所以说呢 就是要慢慢来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可能 吹的时候 会喊很多 都喊进去了 那个也无所谓 要慢慢的 慢慢提醒他 就每次的时候 都提醒他 这样的话 他就会 慢慢慢慢 就会回来了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吹的时候 小朋友 是很容易鼓塞的 这个也没有关系 你正常 也可以 他也是 因为他不会控制 不会控制 他的这个塞 他就觉得 我是像用吹气球 那种方式 吹气球都会鼓塞 对吧 都会 都会这么吹 所以他也会 用这种方式去吹 他所谓的 任何吹的东西 可以吹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 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那没有关系 等他吹一段时间之后 很自然的 就不会鼓塞了 你就会看见 他鼓塞了 所以你也是 要在旁边 一直在 一直在说 不要鼓塞 不要鼓塞 但是他慢慢慢慢就会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形成 鼓塞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会 会这样鼓塞 但是吹一吹 他就会 鼓塞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 他的嘴也会 往回来一些 这都是慢慢的 一个过程 因为小朋友 他 因为 为什么要让大家 吹这个呢 吹这个 因为他好吹 他不会让伤害 小朋友的 那个心肺功能 因为 小朋友肯定最开始 是不会理解 什么叫 复时呼吸 怎么呼吸 怎么弄 这个东西 他不会 所以说 你就得慢慢慢慢的 告诉他 所以就是他 每天吹的时间 要短一些 要少一些 这样的话 对他来说呢 他也不会是个负担 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他也在 没有伤害很快乐的 过程中 就把这个乐器给学了 明白吧 所以说 要 让他 创造出 让他对他 对这种东西 感兴趣 而不是说 你强行的 非要让他 怎么怎么样 要慢慢慢慢来 这样对小朋友来说 就是 也很容易接受 然后 他也会慢慢的 喜欢上他 好 那之前我说了这么多 那 接下来呢 就是 手型 手型 手型呢 就是 要 左面 他有一个 这个孔 左面这个孔 是 用来吹 你用大拇指 去把它按住 就是吹地印了 你把它开了 就是高音 知道吧 就是像我们 萨克斯那个 翻音键一样 翻音键是 不按 是吹地印 然后按上去 是吹高音 这个是反过来的 把它堵不上 是地印 开开是高音 所以 然后 左边 左边的这个手 左边的手 是放在上面 左边的手在上面 这样 施指 中指 不明指 都按到 分别按到 这三个键 小指呢 是轻轻搭在 这个方面的 这个键 然后 右面的 大拇指 这块也有个拖 拖住的 方便 方便拿嘛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吊带 特别轻 不需要吊带 然后下面的 也是 食指 中指 无明指 把它放到 然后还有一个 小指 这个 全都按上 再加上后面的 这个翻译键 也给它按上 一定要把它堵住了 这个 就是 C 这个就是 其实它的指法 跟Sag的指法 是很像的 但是小朋友 开始学的时候呢 不要从 B音的 C 开始学起 要从 中音开始 学起 从B开始 学起 就是 只用 左面的 这个 食指 是吧 食指 把它按上 然后后面的 半眼键 按上 这个乐器 有一点好处 就是 它不像是那些 鼻子呀 或者 我说的是那种 树的那种鼻子 还有那种 当光管 它都是孔状的 小朋友的手 比较小 它按孔状的 它按不严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是实的 就是你触拔了 你就搭上 就可以 只要把后面的 这个孔 堵住了 把这个音都按死了 就能发出 正确的声音 所以 小朋友 第一个音要学这个 这个就是 B 它的 leather name 叫B 它的 就是 唱名 就是 C C OK 看上这一个 它是C 然后 A 呃 我现在习惯说 leather name 所以这个 leather name 就是 B A G 这三个音 而唱名就是 C 拉 Soul OK 先学这三个 先学左手 因为你全音上的话 对小朋友来说 可能是个负担 所以先学 这三只手 嗯 三只手 C 拉 Soul 我先吹一下 注意口型 下齿 一定不能碰到 这个主片 要用下唇包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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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也是萨克斯 C萨克斯的声音 然后也是 C 拉 SO OK 这三个音 好 那下面我就针对这三个音 啊 分别 吹一下 先吹B的 练习 然后再吹 嗯 要先吹C 然后再吹拉 再吹SO的这三个练习 然后再吹一个 嗯 这三个同时都在运用的一个小小的练习 嗯 可以供大家练习 然后我会把这三条分别都呃放在这个视频上 然后可以大家可以供大家练习 好吧 好 先练一个B的练习 OK 好 对 对 这是B的联系 咱们还有A的联系 B的联系 好,这个是G,也就是Soul的联系 B的联系 然后我再吹一条是这三个音放在一起都有在一起练习的一个小小的小练习曲 B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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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的联系